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这场实际之战 这场比赛呢,将于明天是52点30分进行,也是礼拜六,很多人都是双休 也可以抽出时间来电视机前观看这场重量级的对决 很多人都说中国女篮输给美国队很正常,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战略性放弃 因为没有必要在小组赛中力拼美国队 我的见解是,我觉得郑微指导会派出全部主力来应对美国队 中国女篮不接受在第三场比赛中大比分输给美国队这样的现实 因为中国女篮我觉得现在的调整能力还没有那么强 前两场大胜对手110分,然后第三场如果派出替补打美国队 大比分输球会直接影响自信心,会直接影响后面的比赛 所以明天中国女篮会派全部主力力拼美国队 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拼下来 那么中国女篮将会在以后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自信心立马就提上来了 所以明天的这场比赛 我们期待中国女篮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来 其实按照双方的实力配置 中国女篮强在内线和防守 而美国女篮强在各个位置的实力都比较均衡 其实如果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内线高度优势 还有速度优势发挥出来 我觉得美国队也不是没有战胜的可能 美国队虽然在奥运会在世锦赛这样的大赛中经常拿冠军 但是也在历史上输过巴西队输给俄罗斯队 那么为什么中国女篮不能成为在世锦赛上 第三个击败美国队的球队呢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女篮完全有希望做到 我们从四年前2018年世界为看 中国女篮当时是88比100输给了美国队 而去年的奥运会决赛 日本队是75比90输给了美国队 双方也就十几分的差距 15分之内的差距 其实这个差距并不大 它不像中国和韩国的差距 不像美国和波多黎克的差距 60多分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中国女篮现在真的很有希望 在明天的小组赛中挑落美国队 好了这一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